今年休耕转座计划名称改变 7号一大早三支区公所就在一楼大门前摆起了电脑 与资料设服务专柜为农友服务 而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也将启动辩明机制 到各里协助农友办理申请 又到了农田休养生息的季节 今天开始三支区公所在公所一楼设专柜 协助农友申请休耕转座的申请补助 今年计划名称有些许改变 对地绿色环境给付计划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休耕转座计划 一早去公所就在一楼大门前摆起电脑与资料设服务专柜 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农金客的同仁也将启动辩明机制 下到各里协助农友办理申请 以往都是叫做休耕转座 那现在其实它是对地绿色给付 改名变成对地绿色给付 那今天开始公所开始申报 那今天是普投明天是普平 那之后其他的礼呢 我们都会下礼来服务 那只要是民众呢 他来申报的话是一次可以申报两期 那两期的话一定要有一期是复根 那其他原则都跟之前差不多 陈志局公所表示今年的计划名程有点不同 不过内容与申请方式都是一样 目的也是希望在休耕转座申请之后 可以鼓励农友们休养生息时休养生息 等到气温回暖时再行复根 让土地活化也增加农民的收益 而往年平均申请转座的面积 都有300公顷以上相当不容易 一早来到公所办理的农友相当踊跃 而每年都会来办理休耕转座申请的农友表示 除了办转座还可以咨询相关的问题 公所农金客也是相当贴心 每年都到住家附近来服务 就算在公所也会搬到一楼大门口前 让民众方便洽询与办理 详细说明计划申请的内容 就是要让农友们洽工无障碍 记者大平函三只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